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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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是健康蓋衣嗎 嗨 嗨 可以跟你合照一張嗎 可以啊 好 謝謝 謝謝 可以幫我們拍一下嗎 蓋衣 那我們一起露出手臂 二頭 二頭 手臂 可是我已經兩個禮拜沒健身了 我現在很瘦 哈囉大家好 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常常有這個經驗 就是有的時候呢 出國旅遊或是工作繁忙 常常一到兩個禮拜沒有辦法訓練 每當你一間斷訓練後 總是覺得身形小了一圈 肌肉都縮了回去 今天就來跟大家聊一下 多久不健身會開始掉肌肉 那在這之前呢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10月23日的格鬥比賽 我已經將近四個月沒有練肌肥大了 那健身型態呢 完全由原本的肌肥大訓練 改成格鬥專項的功能性訓練 先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將近四個月沒有練肌肥大的 在體態上以及體組成上 有什麼不一樣的差異 體重由原本的78.2公斤 降到了69.8公斤 那體脂肪率呢 由原本的13.9%降到了7.2% 以結果來說 撇除體水分1公斤左右的差異 不練肌肥大的這三個月 我的肌肉量掉了2.1公斤 體脂肪掉了4.9公斤 這邊呢就是我這三個多月減掉的肌肉量 這邊呢 就是我這三個多月減掉的體脂肪量 平常看一些體組成的數字好像沒什麼感覺 但是把它量化出來 超級驚人 這一罐一罐的都是我體內的油耶 哇那這樣子看起來呢 肌肉量跟體脂肪量似乎都減掉了不少 所以結論是三個月不練肌肥大 肌肉量掉2公斤 約佔骨骼肌的8% 但顯然呢 我們不能從結果數據來當作結論 我們還得將這三個多月的飲食 營養素攝取 以及運動頻率 運動內容來做綜合評估 在這三個月內呢 我的運動習慣由原本一週六十的肌肥大訓練 調整成高強度間歇油漾 肌耐力、爆發力以及心肺耐力 具體來說呢 肌肥大訓練就是我們熟知的 八到十二下主速訓練 不論是二頭彎曲、山頭居伸、槓鈴、啞鈴臥推、 划斷下拉、坐姿、划船、吸屈伸、腿後勾等等 針對形體的健美式訓練 這三個多月呢 我完全捨棄了上述的這些肌肥大訓練 改為風扇車充斥、徒手、高強度間歇油漾、 啞鈴拳擊、組合蹲跳、沙包擊打、跳繩、飲食拳等等的 專項功能性訓練 也就是說呢 這三個多月呢 我少掉了七十二次的肌肥大訓練 全部改為油漾以及高強度間歇油漾 這邊會出現大眾的第一個迷思 油漾或是高強度間歇油漾 似乎對於減制的效果非常明顯 三個多月來減了五公斤的體脂肪 但似乎也會減掉不少肌肉 這邊就不得不提到一個改變體力層最大的因素 飲食 首先大家要知道我這次的目的呢 重心是放在降重 而不是單純的減制 這對於營養素的攝取就會有差 如果純粹以減制來說呢 我就會在總熱量攝取低於總熱量消耗的前提下呢 盡可能的拉高我蛋白質攝取的比例 並且呢也不會像降重一樣 把熱量赤字拉到這麼高 那一般來說在減制的階段呢 每日攝入約體重乘以2的蛋白質克數 以我來說體重70公斤 減制期每天都要攝取大約140克左右的蛋白質 那熱量赤字呢大約抓個350大卡 但是在這幾個月降重的我呢 幾乎每天都把熱量刺字刷到550大卡左右 尤其在最後一個月呢 甚至抓到650到700大卡左右 這次的降重計劃並沒有特別去執行 一定要攝取那麼多的蛋白質 每天攝入的蛋白質量呢也就大概90克左右 因為我要做的並不只是單純的減制 同時我也希望能減去多餘的肌肉 尤其是上半身 留下對於我在格鬥上較有實際作用的肌肉 尤其是下肢 因為多餘的肌肉呢 會成為我在格鬥專項上的一個阻礙 不僅會讓我的動作受到限制 也會讓我在場上的耗氧量更大 所以我得盡可能的降低上肢肌肉量的比例 讓全身的肌肉量分布更加的均勻 這對於移動時的敏捷至關重要 這邊會出現大眾的第二個迷思 為什麼馬拉松選手都很瘦 那我如果要減肥瘦身是不是就每天去慢跑就好了 首先喔並不是因為跑馬拉松讓你變得很瘦 而是因為你改變你的飲食計畫 所以你的運動模式呢 打造一個你很適合去跑馬拉松的一個集組成 打造成有利於你長時間慢跑 讓你在最長時間內消耗最少體力的身形 那試想一下一位馬拉松運動員 跑的長遠的訣竅呢 在於盡可能的在最長時間的慢跑裡消耗最低的能量 而你要做的卻是在最短的時間內消耗最高的能量 而高強度間歇有壓完全能幫助你達到短時間高耗能的目的 那其實就跟籃球選手一樣啦 並不是打籃球會讓你長高 而是高的人適合打籃球 那不是因為練格鬥讓我變得很瘦 而是為了格鬥 我靠飲食跟訓練方式讓自己瘦下來 那飲食習慣呢 跟運動模式是打造你身形的一個主要因素 那可能大家也會有另外一個迷思就是說 難道是有氧跟高強度有氧 讓我在這三個多月裡面掉了這麼多的肌肉嗎 長時間的有氧之中 確實會消耗部分的蛋白質作為能量來源 但是那也要非常長的時間的低強度有氧 加上你的熱量攝取不足 那消耗蛋白質的比例才會上升一點點 但是呢消耗蛋白質並不等於消耗肌肉 我們身體裡面無數的細胞組織器官 都含有大量的蛋白質 不僅僅是存在於我們的肌肉裡面 那會導致我三個多月掉了兩公斤的肌肉呢 主要因素還是因為長時間的熱量赤字 拉到這麼高 然後加上我的蛋白質攝取不足 我非常推崇能把有氧運動 以及高強度間歇有氧 拿入到你的日常訓練中 不論你是哪種類型的運動員 練外型或是練健康 有氧以及高強度間歇有氧 可以有效的提升你的心肺耐力 當你的心肺耐力好呢 可以提升專注力以及提升運動表現 不論是各項運動 或是上學上班工作練習等等 日常生活中都是非常需要專注力的 健身呢它也是一種運動 當然你的專注力差呢 你的健身效率也會跟著下降 可能有時候練個三組 你就覺得專注力不足 想要放棄想要休息的 建議大家呢 重訓完有時間 就做個有氧或是高強度間歇有氧 當然人的體力專注力有限 如果你把太多的體力分配到有氧上 那你當然就會沒有力氣去重訓 導致重訓效果變差 所以還是要知道自己的疲勞恢復力在哪 好好的安排健身計畫 幫大家做個總結 研究指出呢 你可能二到三週不重訓呢 會讓你掉肌肉油感 但是視覺上的油感呢 並不等於你肌肉真的消失的那麼快 其實肌肉並沒有消失喔 前置訓練後 肌肉中儲存的肝糖會變少 那肝糖變少呢 會影響肌肉中的儲水也變少 所以視覺上呢 會讓你覺得肌肉好像變少了 但是當你恢復訓練後呢 肌肉中儲存肝糖又會開始膨脹 開始包滿起來 那如果你的訓練時間已經很長了 也許三四年五六年以上 那即使你幾週不練 你的肌肉也不會掉得很明顯 那這一點我個人是非常優感 雖然以結果來說呢 我三個多月掉了兩公斤的肌肉 哇 看起來好像很多對不對 但是呢 這是我刻意去造成的結果 那長時間的熱量赤字呢 加上蛋白質攝取不足 有計劃的減少我身上的體脂肪跟肌肉 那才會導致我這三個月掉了這麼多的肌肉 假設呢我單純不練肌肥大 但是我這三個多月呢 我的總熱量攝取都有達到我的總熱量消耗 也不至於呢我會掉這麼多的肌肉 在我這麼極端的降重過程呢 兩公斤的肌肉甚至都比我預期的少很多 我還以為至少會掉四公斤的肌肉 最後呢短時間的降重對我的身體負擔不小 所以這個時候就更需要攝取一些補充品 那有三樣補充品呢 是我在降重的時候一定會吃的 魚油在這個長時間的降重過程呢 我的脂肪呢跟油脂攝取的非常少 所以好的油對我來說就非常的重要 B群 那B群呢就不用多說了 我在降重的時候精神狀態真的蠻差的 我還蠻依賴B群的 維生素C在降重的過程呢 為了避免攝入過多的糖分 所以水果類我不會吃到太多 多半都是靠維生素C的補充品 藥師健三果呢 11月15日前有一年優惠最強勢的雙十一活動 健康無價 藥師健生活 送禮自用兩相宜 那詳細資訊呢 跟官網連結 我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跟字底留言 那就歡迎大家上網自行選購自己所需要的補充品 那也不要忘了結帳時輸入蓋伊我的折扣碼 GY1220 讓蓋伊幫大家搭得這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建蓋伊 下次見 掰掰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